咱们还有包子包的不好看的朋友呢 咱们今天教你们做一个包子的包子手法 首先呢 咱们在包子时 大拇指呢 跟这个食指呢 夹角90度 这样的话 咱们捏出来这个褶子呢 它是比较直的 再一个呢 以这个食指的第一个关节来去包 第一个关节长与短呢 就取约于折子长与短 咱们包子时 大家注意看 以大拇指指尖为中一点 食指呢 往回勾 这样包的时候呢 咱们包出来这个包子 最后呢 在收口的时候 这个口呢 不会说 太大了 包收不了口 以大拇指指尖为中一点 食指往回勾着包 然后呢 在包的时候呢 咱们在包到最后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看 最后的时候呢 这个 最后接进去 给它捏住 然后呢 然后咱们在收口 收口的时候呢 先给它搓上一圈 搓上一圈之后呢 把上方这个口呢 咱们给它捏住 捏住 最后呢 给它揪掉 看一下咱们这个包子 已经包好了 感觉包得不错呢 点个爱心 转发 分享给更多朋友 评论666 没毛病